主要我们今天来这里 办公审航空城的大游行 是因为长期以来 我们的土地征收政策 一直都在牺牲小民 那么在夜市文案发生了之后 让我们更警觉到这个政府和财团的关系太近 那么航空城计划是我们全国有史以来 最大的土地征收计划 那么他又想一次就征收土地完成 一次就开发 那我们就觉得这里面 其实审议的过程好像是标速 这个完全是在替财团 等于是在替他们量身打造 然后要快速的通过 这样的一种官商勾结 在我们看到的所谓这个计划的正当性 公益性必要性 都有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要上街来要求 第一我们要反贪腐 第二我们要反破签 第三教育局竟然在还没有 这个事情都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审议过之后 之前现在就要在校园里面 推动所谓的航空城融入教学的计划 那我们觉得这种洗脑教育是不应该的 至于我们这一次 还有另外一个诉求 就是要听证 我们是个民主社会 所有的政策应该经过人民的 一个共同的参与 这个政策才有它的必要性 合理性 公益性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 这样的一个人民参与的 一个听证会出现 所以我们要求呢 要在审议之前要有听证 欢迎大家 非常地感谢大家 来参与这一场 为了我们处境 为了我们若幸的调明 发生的这一场游行令 我们在今年的6月13号 有申请这个集会游行 那么6月17号当天 因为桃园分局告诉我们 集会的部分 必须经过桃园县政府 同意场地要用到他们的广场 所以我们在6月17号 到了桃园县政府 跟他们申请场地 可是呢 我们很 实在是很遗憾的 属于人民的公共的广场 他们没有任何活动 竟然在开了三天的会议之后呢 答复我们说 欠难同意 后来我们发现到 他们临时 弄出了一个水蜜桃的活动 来卡我们 让我们这些应该获得 准许在那里申请集会的活动呢 被他们就勃勃地就这样卡住了 据我房车厅是从礼拜五吧 对对对 我今天才来啊 那你们有收到公文 那时候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办到 有通知啊 有通知 那是临时通知还是 今天不是临时 我礼拜五就直接小哥了 但是 这是我 因为怎么弄的 我就查清楚了 对啊 那中间过程中 你们有说今天可以摆 今天可以摆 然后明天不都摆这样子 没有 没有 他还是做三天吧 对啊 联系做三天 大家都 来这里大家都知道吧 对 谢谢 我们已经摆三天了 就是连续下来 对 我们已经摆三天了 所以我们都知道是从礼拜五到 礼拜天这三天的时间 都可以摆 谢谢 不客气 严正的表明 我们今天的诉求 有在六月十七号 送到桃园县政府 我们要求桃园县政府 今天 在我们到达桃园县政府 广场的时候呢 要给我们一个 明确 合理的交代 如果没有 我们不排除 会有其他 更进一步的行动 我是在地的桃园人 我从二十年前 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时候 我发现桃园皮糖的可爱 我就从台北市搬到桃园市来 在台北市那个时候 是买得起房子的时候 现在我就回不去台北市了 不过我很光荣的 要当成一个桃园县的县名 我要继续为我们桃园县 最重要的资源 皮糖而奋斗 是 谢谢 当然 航空城内有二十几个皮糖 我们一定为它 奋斗到底 不容财团 再把皮糖当作炒作地皮的 地气 大家要做好不好 好 我们游行最终是希望 能够暂停审议 并且要全区听证 我们就先来喊这个口号 暂停审议 真正审议 全区听证 全区听证 拒绝欺牲工程 还我公民参与 还我公民参与 桃团圆的乡亲们 跟着我们的队伍一起往前进 参与这一场公民大行动 我们欢迎桃团的乡亲们 我们一起捍卫桃园人的尊严 我们不要不公主义的桃团航空城 我们要公审航空城 我们欢迎桃团的乡亲们 纳入我们的队伍 为我们桃团圆的危险 一起来走 巴德河一住宅 其实就是航空城的 先期安置计划 一个先期安置计划 两点多公顷 一个人就可以贪污 两千六百万 各位我们的居民 各位我们的民众 你们觉得合理吗 合理 看到我们政府 和航空城 感觉好像为我们画了一个大笔 好像我们可以带动桃园的发展 可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看到的是 里面充满了官商公爵 对不对 对 而且里面的工人 他到底后来 真的有办法增加我们的就业力 像政府说的这么美好 好像可以增加桃园十几万的就业人口 可是里面实际上 是由地道区进去之后 看到的可能是更多的外劳 或者是即便你在里面工作 你可能也会因为工作伤害 或者是过劳 他都倒下来 他根本就是在压倒我们 压倒我们这些基层老公 基层百姓 对不对 对 我们的概念 好我们 现在是很庄严的 很庄严的 我们很庄严的 我们的发力 要被我保兴 我们的具体 我们的精神 最值得 救护一位 我们希望守护土地 保护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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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的这样做 我觉得这样非常不妥 原来八田鱼 日本人八田鱼 他把桃园 所有的碑堂 全部用桃园水大镇 这样子串联起来 那我们现在桃园 县政府 他不管三七二十九 一个碑堂 一个碑堂的毁掉 那不但毁掉 那毁掉那些猪猪王 那些水稻 那这怎么办 破坏容易建设难 那在这种恶劣的天气 的气候之下 我们桃园 必然会有相当的缺水 所以说我很担心这个事情 我希望桃园县府能够结醒 希望所有的桃园县民 能够了解这一点 我们不要再让政府 把碑堂破坏掉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桃园 支持国家中台的建设 跟台湾政府的建设 我们来互相配合 我们让这些人 不是桃园的人 了解 你不是桃园 不住桃园 不知道桃园 这三十几年来 过是什么样的生活 你们在那里看 都不知道我们的生活 过了什么 所以我们要让 大家知道 让我们媒体的朋友了解 我们桃园县 严厌 我们飞机 破坏的这些声音 我们要插 大家跪得是怎么困 我要航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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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赞成的人 我问你们 你们知道官员说 你们是什么吗 你们知道吗 你们只知道要站航空城 要航空城 你们知道你的背后是什么吗 我每一次一件事我都要参加 你们知道你们被被打造成什么吗 我是郑江范局的车长 那今天各位的试条 我们都收到 那我们很清楚 各位所陈述的议证 那我想我们会 详细的这个 今回的检视之后呢 给大家一个 正式的一个答顾 就这样的一个报告 那大家辛苦 谢谢大家 謝謝大家 還有在今天這樣的場合 竟然有團體反制 沒有申請合法的遊行 他們可以讓他在這裡待了四十幾分鐘 到現在還沒有請他們離開 然後要壓制我們 然後要隨便派個課長來呼嚨我們 我們實際上在6月17號 就已經有三個幹部來到這裡 把我們的訴求書送給縣政府 送給吳縣長 當時他在開會 由這個城鄉局的 局長出來接見我們 應該是主祕 將主祕出來接見我們 今天我們在經過這麼長 這麼辛苦的一段遊行了之後 他們竟然派個小課長來 所以要回答我們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縣府真的是沒有誠意 我們也認為後天要召開的審議大會 絕對是疑慮重重 絕對要重新全區審議 前頭我想很多的民眾還在期待 開發可以帶來很好的利益 我們也相信很多的人 也期待呢 把土地當商品把它賣掉 但是不要忘了 我們有很多的小農小民 他們辛辛苦苦打拼出來的一片的天地 他們自己小小的家園 他們是有深厚的感情的 這樣的感情 是我們憲法保障的人民的居住權 人民的土地權 那這個必然意味著 那這個必然告訴我們 這整個的計畫裡面 絕對是非常的腐爛 計畫本身的公益性必要性 這些我們覺得都有重新審議的必要 不然的話人民就是這樣被犧牲了 人民的財富最後都跑到財團上面去了 而誰是造成這樣結果呢 是我們的政府官員 因為他們有公權力 他們卻跟廠商勾結 最後利益給了大財團 犧牲的是我們小老百姓 這一點是我們沒辦法忍受的 所以今天這樣的成績 我們也不接受 如果說還是要這樣的孕婦 我們會繼續留在這裡